这种水平的水平 应该是水平 这个是红丝景 那是 目前是海南海楼 海南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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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福盈村你看的那一只点 不怕 叫你去照个像你都怕 他的名字叫蛇雕 所以他主要是以蛇类 他抓各种各样的蛇类为主食 另外的话也吃一些其他的 你叫铁子类的鼠类 包括其他的一些小动物 他也吃 这是一只所以中大型的猛虫 我们看到样子非常的凶猛 但是就是这只鸟差一点 就成了人们的旁针仓 因为这只鸟的话 是原来我们海大的一位教授 他呢是一次在那个饭馆里吃饭 结果呢那个饭店老板 把这只鸟拿出来 说说这种肉很好吃 那个教授的话呢看到呢 就是新增了 就是非常的就不忍了 然后呢他自个呢就掏钱 把这只鸟呢买下来 买下来呢先养在自个家里 然后呢也再打电话通知我们 我们背后看到的这种叫草销 这种鸟类的话呢在我们中国啊 它是属于呢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这种鸟类的 草销这种是在海南 它目前的保护状况还是相对可以 因为它气地比较广泛 那么主要的面临的压力 主要是很多人为的捕猎 来猎捕它 所以呢这种鸟它是专门以老鼠为食 所以在自然界中是生态平衡中是维护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加强队来 它也是猛犬的一种 它这种体型是争猛猛情 它主要呢活动的话呢也是在山地 山地森林地带 它就栖息地了 但是它活动的范围呢就是比较广了 经常呢是飞到很高 飞到很高的地方 因为它视觉非常的敏锐 然后那个隔的高空中一千米以上 它甚至还能看见下面的鸡啊兔啊这一类的 视觉非常的敏锐 它一旦要发现有猎物的时候 它就是快速浮沉而下 然后直接去抓捕 你看它在野外的话呢 各种蛇啊 包括空中飞行的小鸟 包括你看一些蛙啊兔啊鸡啊等等 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它的食物 那也是就是什么小蛋 对对 它都很小 就是最开始也是很小 然后慢慢慢慢大 因为我就是觉得 介绍的都是冷情的 都是 就是 哇 接着回来 我认为动物园或者是这种热带飞行世界这样一种形式 它是一种切地保护 对鸟类有些人切地保护 但是目前在海南的这些动物园 它的状况不容若果 很多都是以商业为目的 所以这种在对鸟类保护上 它的作用不是很大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 我认为应该加强对鸟类的保护 或对野生鸟类的保护 所以要一直以至于 在 它有什么相当的 因为它有没有 从此以来 有什么相当的 我很想在那里面